那么第三个问题 是关于我们这门课程的考证分析和命题规律总结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点 题型提量和分子的分布 这个我们列举了近三年 就从19年到2021年 我们这门课程考证的题型是没有变的 题型就是四种题型 单学多学解答综合 也就是前面单学多学 是我们俗称的叫选择题 而解答题和综合题 就是我们俗称的主观题 客观题主观题具体分为四种题型 这个没变 但是呢我们是有关于题量和分子呢 我们2021年是有调整 你比如说单向学者的题 2019年2020年提量的都是24个小题 24个条题 一个小题一翻 所以分子是24番 那么2021年呢大家知道比较特殊一些 因为2020年年冲的爆发 以前2021年呢大家知道疫情呢在国内呢反反复复的有反复的 所以2021年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中助学啊考虑到全国各地啊 这个受疫情的影响 可能有些同学在考试过程大多呢就不能够确保啊 这个全生先投入到学习大多或者说在学习过程大多可能这个世界啊就无法保证了 所以呢在题量分子上做一些调整 做什么调整呢 单学题 由原来的24个小题呢 调整为26个小题 增加两个小题 相要的分子呢 我们说也增加两分吧 啊 那么多学题呢 原来原来是14个小题 2021年呢 我们说同样啊 同样 增加两个小题 变车了16秒啊 一个小题 1.5分 增加两个小题 相当分子呢 我们说增加了三分啊 所以从2021年和前两年来看呢 客观题 客观题增加了5分 那么主观题呢 解答题数量不变 还是4个题 但是分子变了 原来呢 我们说啊 这个解答题呢 4个题总共是30发 而2021年呢 解答题的分子减少了 由原来的30发呢 调整为26发 所以解答题的分子呢 减少了4发 减少4发 那么从综合题 题目的数量没变 还是一个题 但是分子调整了 原来是25发 现在调整成24发了 所以这个综合题呢 调低了一发 调低了一发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原来这个客观题啊 55发 现在的客观题变成50发了 原来的主观题是55发 55发 现在的主观题呢 就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50发了 变成了50发了 所以现在经过调整以后呢 就到头于客观题 客观题 数量增加了 在那分子比例增加5发 主观题 题量不变 但是分子减少5发 客观题分子增加了 主观题分子减少了 这个实际上 从实质上来讲 相当是有什么影响呢 相当于 是降低考试难度的 大家说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是客观题 选择题嘛 你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啊 选择 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啊 可是我们说 这个做解答题也好 综合题也好 你有这些分析 有这些判断的 是需要书写的 是需要打仗的 相当来讲 就要看提干的案例资料信息 同时又要作答 所以有个分析过程 有个作答过程 这相当来讲 比较费时间 所以这样分子调整以后 从实质上来讲 有助于节约时间 实际上就导致 加低考试难度 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我们说实际机考以后啊 实际机考以后 我们现在考试 试题是采取什么抽题的方式 抽到的试卷当中啊 你抽的哪套题啊 你抽到试卷当中 单选题和多选题的重复率 在50%左右 一般来讲 这50%左右 你抽到这套题 我抽到这套题 那单选题和多选题 可能这两套题当中 放的位置不一样 ABCD四个答案的选项 可能位置跌倒了 他约的是A 可能换成C了 但是左而言之呢 我们说这两个题都重复了 重复率大概有多少呢 一半 这个解答题和综合题呢 解答题和综合题 题材的主要资料呢 完全不一样 就案例的背景资料不一样 但是这个案例 考核的主要知识点 就考核的知识点 重复率大约在30%左右 案例的背景资料不一样 但是考察的时候 问的问题 分析的问题角度呢 可能都差不多 重复率在30% 这两套题呢 我们说啊 这个难度基本上到 那么这个实行机口以后呢 我们说由于筹集 筹到试卷大纵 刚才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啊 筹到试卷大纵 那个重复率 怎么样怎么样 已经说了 第二点呢 我们看一下 各个章节的分子 难度和它的重要性 这个我把呢 近三年啊 考试啊 就是我们各章节所在的分子呢 给大家做个统计啊 最后我算出了 近三年的一个平均值 那么通过这个表呢 我们非常直观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在近三年的平均值当中呢 占比比较高的 是第三章啊 平均分子占比多少呢 我统计了个四十 四十分 那么然后呢 就是第二章 第二章占多少分呢 二十二分 然后就是第六章 多少呢 十七分 啊 排队第一位的是第三章 然后就第二章 然后就是第六章 那么从这个考试的难度 学习难度角度来讲 从难度上来看 啊 我们说大家普遍认为 啊 第三章和第六章 这两章是最难的 啊 难度系数最高的 就是第三章和第六章 从考试的重要性角度来讲 就是重要性角度来讲 也就从考试所在的分子角度来讲 就是嘎尔克所讲的 啊 一个是第三章 一个是第二章 一个是第六章 啊 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章和第五章 一和五在的分子啊 比较小 做一般性章节 然后第四章呢 两颗星是作为一个什么 次重点 在重点章节的温柔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六章 啊 那么有必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 统计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中处协每年 大家都知道 中处协每年 只公布一套试题 而我们在 统计这个表的时候呢 我们有关近三年 各章节分子的统计 除了参照 中处协公布的这套真题职位 同时还参考了 啊 每年呢 参加考试的一些考生朋友 考完以后呢 大家都在网上呢 有一些回忆 啊 有一些回忆 啊 今天我参加了考试 从文陶世界大桌 大概考了一些什么内容 啊 有些人甚至把那个 那个题度给啊 给描述出来了 啊 题材作资料选项 大概就描述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统计这个表格的时候呢 也参考了啊 当年参加考试的一些考生朋友 回忆 所提供的一些外公布试题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统计数据呢 跟大家讲 不一定完全准确 不一定完全准确 另外呢 我们说 这个基于每年呢 啊 这个教材变化呢 我们说都要有一些什么 教材内容上的删减 啊 你比如教材当中删除了一些知识点 那么删除这些知识点的时候 那么对于删除这部分内容 相要的考题分值呢 我们就不包括了 啊 就分值统计表大多 对删掉内容 我们就没有包括在内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啊 有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我这个表格当中 三年平均分值 这个总和呢 就达不到一百分 因为同学加拿大不是一百分吗 那么你这个平均分值 何技术 为什么小一百呢 啊 就基于刚才的说明 啊 不准确 啊 但是呢 对于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 更章节 这个重要性程度的把握是 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不是十分的准确 但是啊 这个总结 这个归纳的表格是具有参照性的 啊 就大方向没变 啊 可能细节 有些微小的误差 啊 或者统计不全的问题 这是从这点 但是对大家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点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考试的作用政策 啊 一个是考试时间 这个大家都知道中中学已经公布了 我们今年考试的时间是在8月26到28号 啊 依然是实现什么机考 啊 依然是两个小时120分钟 那么四卷满方 100分 60分为长级合格线 大家知道我们参加CPA考试的话 考过考不过 其实是自己和自己考的 因为周祝贤呢 对于每门课程的分合格线呢 人家已经就划定了 就是60分 啊 你这个这门课程过不过60分 过60分就及格了 是不是 那没达到60分的 你这课呢 就不合格 也就是自己和自己考 自己比 啊 不涉及到他人 啊 别的同学 别的考试考怎么样 跟你没关系 他不像高考 是吧 高考人家有个总的路续 路续能数多少 是吧 人家要画个分数线 我就路路 路50万人 那到那就卡住了 是吧 人家有个分数线 我们这个呢 这不从这类问题 人家提起来 把那线就划好 就是60分 你过了 通过达到60就过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自己和自己考 跟别人没关系 这个第四点呢 关于这个命题规律总结 啊 就是说 结合理念考试情况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门课程考试呢 有 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考核的知识面 啊 知识点比较全面 大家说 这个这么理解 我们说 这个考核知识点比较全面呢 就是说 在考试过程当中 题目涉及到内容呢 几乎是设置到教材的全部内容 话句话来讲 就是说 在考试的试题当中呢 有一些考题 它涉及到教材当中 比较鸡脚嘎腊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题考的可能比较生僻 啊 就涉及到教材的这个内容呢 你看了没有看了 但是看过以后 也没有什么痕迹 没有什么影响 平时呢 这都是不是作用那种 鸡脚嘎腊 甚至有的老师讲都不讲 但是他考的时候 考了没有 考了 啊 这就是说这个知识点考的比较全面 但是有一点提醒 同学们是一定要注意 啊 你不要受他的误导 知识点就全面 我看书的时候 一字巴拉的看 啊 每次都这样的 没必要 因为我们说 他考的这个 比较生僻的 鸡脚嘎腊的这个知识点 在每年考试整体当中呢 一般来讲 可能会涉及到一到两个选择题 一到两个选择题 啊 有时候一个 有时候可能两个地方 啊 不会太多了 所以呢 你为了算是 既然知识点考的比较全面 所以我学习过程当中 全面学习 我个人观点没必要 啊 还是在学习过程当中 一定要抓重点 那鸡脚嘎腊 比较生僻的地方 他一定要考 一定要跟你过不去 你看了 未必有影响 看了也未必能够掌握 啊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理论联系实际 重点突出 就是说我们这口识识卷当中啊 无论是选择题以后 还是解答题 综合题 这个出题的时候呢 都是联系实际的 你别选择题 他也可能这个题杆 都是一个实际的 工作当中的小案例 啊 只不过把这个案例 精简了 精简成一个 选择题的一个题杆 但是考虑重点 是非常突出的 就绝大部分的选择题呢 当然是围绕 就成重点那样了 啊 那解答题和综合题呢 那也是绝大部分 都是围绕他的重点 他本身就学习过程当中的重点 所以我们说重点还是很突出的 啊 你比如说我讲道理 比如 我们就在第三章 战略选择大中 啊 讲到总体战略类型了 实现起发展战略途径了 那这个每年都考 几乎每年都考 必考 还有第三章第二届 讲到业务单位战略当中 啊 讲到波特的三大基本战略战略 啊 又讲到南海战略 这也几乎是必考 啊 再讲到第三章第三届 职能战略当中 有关于研究开发战略 有关于市场营销战略 这也几乎是 这种关系当中必考 像我又讲到了 啊 就关于教材第四章 啊 这个数字化再来转型 还有我们讲到的第五章 三大公司制定问题 比如说我们又讲到第六章 前面对的风险类型 这考那一考就经常考 啊 特别是像第六章呢 我们讲到企业风险类型 啊 你想市场风险的 用盐风险的 经常考 而且几乎都考着 在综合体当中出现 必考的 所以它的重点是非常突出的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综合体阅读量大 就是我们所讲综合体的 最后的综合案例 啊 阅读量大 也就是说 这个案例提供的资料 资料 非常的 丰富 啊 字数非常多 而你在综合体 做题过程当中 综合体的 问几个问题啊 一般是问到七个问题 八个问题 啊 从最近几年考试来看 最少是七个问题 一般都问到八个问题 啊 涉及到相关诈解 好多诈解内容 有问你八大问啊 所以呢 你要结合这个理论 要分析案例的话 你必须要和案例的资料 提供资料对接啊 从案例提供的资料 材料大桌去寻找答案 所以我们说 你这个综合案例 你必须要阅读 而且快速的阅读 你读一遍 刚把留下任何痕迹 两遍也没什么痕迹 反反复复读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呢 你如何从这大量的 阅读资料大桌 找到 与这一往相对接的 案例支撑的资料 你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这个对你的要求 是比较大的 因为时间很有限 你从大量的素材大桌 资料大桌 能够很精准的把它呢 能够发现 并且把它复制 粘贴过来 这个第四点 是历年重重复考点比较多 这个就不多讲了 刚才已经说过了 历年每年考试过程当中呢 涉及到这个主关系的考底啊 那每年都考考来考去 就那点东西 所以历年重复的一些重要考点比较多 像我前面跟大家说过的 今年来你比如说关于第三章 南海战略 南海战略 今年来你一直在考 每年都考 解答题 甚至在综合计当中涉及到 都知道还是要考 所以这个历年重复考点比较多 就意味着怎么样呢 就意味着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说一定要关注历年整体 历年整体就有很高的 很好的参考价值 你不能说曾经考过了 他就不会考 他还会考 而且考的思路 和过去考的思路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特点呢 就意味着需要告诫同学们 有关注重视历年考试整体 第五 注重考察就成的新增内容 和新变化内容 这一点呢 我们说其实不是我们这门课 独有的特点 其他的CPA考试的 其他的一些 这个这个课程 也有这样的特点 往往每年就成当中 新增的新变化内容 往往是每年考试的重点 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 今年就成变化内容的时候 我就有个预判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就关于第三章呢 新增价的 全球价值链 企业的国际化建议 我给大家都解读 我的理解 他可能会怎么考 那今天如果不出意味的话 这个问题 当然考试重点 要关注主观题 就解答题 综合题怎么考 这是通过历年 特别最近三年考试情况来讲 我给大家总结了 我们这门课的五个特点 下面我们看 我们要讲的第四个大问题 就最后一个大问题 关于学习的方法 和我对这门课基础办的教育安排 这个从学习方法上来讲 我们说不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适合于所有同学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从一般角度来讲 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说从这个学习 态度上来讲 又想受理通过CPA考试的话 我认为 有两个是有必须具备的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大家又有毅力 又有毅力 有坚持不懈的毅力 从K师报名到最后考试 你一直不接待的又进行下去 你不能说兴趣来了 看俩眼 然后呢扔下呢 不管了 隔上二十天 这次我俩眼 断断续续的 肯定是学不好的 很难通过 所以呢我们说 一定要有毅力 坚持不懈的努力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要投入精力 而且又有持续力 第二个是 要找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 这两个是通过CPA考试的 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毅力 一个是方法 那么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又想硕立通过CPA考试 我认为不管是哪一科 你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把有关的做点知识 要学活 要学活 也就是有关于这个知识点 你得理解它 是不是 所以理解基础上通过做题 特别是我们这门课程呢 你说对于这个知识点 你又和案例呢 对接起来 有这些学会分析 一想到这个知识点回答的时候呢 你知道从五个方面 还是六个方面 是吧 你从理络的工具下 知道一想到这个问题 马上就想到 这就找几个方面 你比如说大笔法说 我们这讲从教材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讲到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讲到有企业多元化 经营面临的分析 多元化的分析 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分析 那么你要结合案例 比如说案例当中 这个企业呢 它采取什么战略呢 多元化战略 它采取多元化战略 是相关多元化战略 和非相关多元化战略 你得学会分析判断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又结合案例分析 这个公司采取这个战略以后 它面临哪些分析 那你刚才讲了 你先例特质 都一讲到多元化的分析 有几个 有五个方面吗 那到底这个案例当中 你结合案例资料的分析 到底这个案例当中 所提供的材料素材 根据它提供素材 你判断一下 这个公司多元化战 实施多元化战略的过程当中 到底它又面临哪几个方面的分析 多元化面临哪几个分析 可能能讲案例当中的讲到的 根据提供的素材 你可以看到 可能设计到这个公司 多元化 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时候呢 设计到分析 讲了四个方面 那你你知道 是多元化战略 从理络层面上来讲 它有五个方面分析 但是在本案例当中 具体设计到几个 四个 那你就从四个方面来回答 就OK 这就是说 你得知道理络工具 一讲到这个要点的时候 你知道它从 包括哪几方面来讲 然后呢 你不能光背 光是硬背 而且又和实际压力 又对接起来 你得知道 多元化战略的五个分析 这五个分析的含意 你得清楚 你不清楚的话 你和实际压力 是对接的时候 理络是理络 现实现实 对接不起来 所以我们说 这就要求 在学习过程当中 怎么样 我们说 一定要独立的思考 一定要把 这个知识点 在这自己的角度来讲 要把它搞原本 真的把它理解 而且在理解技术上 我们是要举一反 活学活用 你不能说 在学习过程当中 暴露瓦克了 老师怎么讲的 我就听老师的呗 老师以前给总结好表格了 我就直接背那个表格 不就完了吗 背那个题就完了吗 那个是最笨的种 学习办法 而且效果呢 不好 因为你是考试的主体 你去考试 要不是老师去考试 所以呢 你不要一类于老师 必须站在 自己的角度来讲 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判断 这就把知识界理解了 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后你和实际 按理对接的时候 就会分析了 否则的话 从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就投懒 不愿意思考 因为思考是费脑筋的 比较费心费力的 是吧 最好老师能够给我 总结出来 我就背他不交开了 那不行 老师是老师的 你是你的 你当时似乎省力了 省事了 但是呢 最后听完以后 过了过啥 两个星期以后 到底怎么样 又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 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认为 必须要轻易思考 又用自己的独立思考 同时呢 然后再做题 做爱题以后 回过头来呢 有情语总结 这一节 这一章 你要做一个简单的 小节 总结 比如说我们作为老师的话 每年讲的课 讲了多少年了 是吧 但是每年 我们在开始讲课的时候呢 从总体上来讲 有一个跨价结果 至于每一章 每一节 我们都有个 大概跨价结构 就是说 我要讲到 这一章的时候 从几个方面来讲 这一节 我从几个方面来讲 甚至这个问题 我从几个方面来讲 就像到 这个盗演 排电影的导演一样 你头脑当中 有个清晰的跨价结构 这个建议 同学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就慢慢的 有的同学 可能现在具备 这种学习能力了 有的同学呢 说我无从下手 但是你慢慢的培养 这种学习能力 好了 那具体来讲呢 我们说 从报名考试 报名考试 然后到参加考试 我认为 在这个时阶段 学习有这么几个环节 是很关键的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环节 第一个是全面熟悉 全面复习 认真的通读指定教程 或者轻易 什么意思呢 就在第一个阶段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讲的基础班 基础班 打基础的 就是把整个教程内容呢 有个全面的学习 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呢 首先我们是用功课难点 你不会的写问题 半九十一定要把它消除掉 同时我们说在功课难点基础上呢 通过这个全面的复习 从中呢 又能够把握重点 每一章每一节 全面学习的基础上 明确了 这一章这一节 有哪几个是重点 这个重点呢 主要是以 单选题的形式口呢 还是多选题形式口呢 还是解答题呢 还是在综合题当中 结合哪个内容去考呢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阶段呢 想到基础班 打基础 全面复习 那么这里谈到问题 认证通读指定教程 或者是轻衣 这里有必要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冬奥呢 我们说每年有出这个辅导书 有的同学都非常熟悉了 是吧 冬奥 出这个轻松过关系列 什么轻松过关一 轻松过关二 轻松过关三等等 那么这个公司战略分析管理 我们这门课程这个 他的轻松过关一 这个轻松过关一就是我写的 就是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我写的 那么这个轻松过关一呢 我是投入了非常大的基础 在最近一两年两三年的讲课当中 我每年呢 多讲到的问题 那轻松过关一 我付出了非常大的心血 当然就是就我自身能力水平来讲 我是几乎是学生先的投入 希望把这本书 辅导书写好 希望呢成为 和中助学指定教程的最佳的 配套辅导书 我希望我的目标呢 就是最佳的配套辅导书 所以呢 每年呢 这针对轻松过关一 每年 要这些修订 比如说 这些编写体力啦 形式上呢 有所创新改变 这些题目的资料上来讲 希望呢 尽可能又和 整体 制作水平 又接近 或者靠近 所以呢 我这个轻易呢 就投入大量的精力 每年呢 大家在考试完了以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也不讲课了 然后就投入精力以后 怎么样呢 就对轻松过关一 有关的案例啦 题目啦 这些从学的修订 有一些呢 可能我觉得有点过时了 把它删掉 同时呢 结合新的一些 实际工作大众一些案例 一些热点 然后再补充一些 新的题目 新的案例 所以投入非常大的建议 而且这本书呢 反反复复的啊 从初出误稿 最后定稿 反反复复的修订 至少在五六次六七次 有的时候 七八十来一次 而且呢 冬奥的啊 这个教务的 别急的啊 这方面的专业老师呢 也付出了很大的兴趣 啊 我们可能有某些时候呢 就一个问题 可能反复的有这些 反反复的推敲 争论 最后呢 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 所以呢 轻松过关意呢 投入很大的节目 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呢 啊 极力的推荐 啊 我们这门课程呢 请你选择轻松过关意 啊 这有的同学可能讲了 说这个老师讲课啊嘛 推荐他写的书啊 啊 王婆美瓜 自美自夸 啊 这个大家讲 我推荐你美青松过关意 啊 你美不美青 你实际上跟我个人的搞仇 跟我的收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首先从经济上是独立的 轻易的销量大了 我拿的还是固定搞仇 轻易的销量小了 我还拿固定搞仇 对我没有经济利益上是相互独立的 我为什么做一个老师啊 因为我是编写这本书 我知道我付出多大的精力 投入多大精力 然后这本书的水平怎么样 我自己有个客观评价 因为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呢 这个人太谦虚了也不行啊 不能太谦虚了 当然也不能垂牛啊 我们应该是在这独立的客观的 14求49度上来讲 帮助同学们推荐一本合适的辅导税 你像我们公司在那里 风险管理这门课程 2009年 我们CPA考试新增加的门课程 从2009年新增加那一年 开始我就开始讲这门课 开始憋这个 憋这个轻松过关 但是因为这是一门新的课程 当时教材都不成熟 教材都编写不成熟 你想我们写 讲课老师编的辅导书能成熟吗 肯定不够成熟 所以前几年的轻松过关呢 轻衣是我写的 但是我从来不敢推荐给大家 因为自己的底气都不足啊 有时候编的题目呢 都没有和实际爱丽结合 都是在这理络的角度来讲 之类之趣 那个时候底气很不足 但是在最近两三年 三四年 因为这不断的投入自很大的精力 也不断的对有些问题啦 这理解 从理络层面上来解 可能理解的更加精准一些 同时我也差异了大量的实际的爱丽 所以最近两三年呢 我对你新收过关系呢 我自认为 这个从质量上 从水平上来讲 很大的一个提高 当然我们说 不能说它是确实美的啊 我只是说 我的第二位目标呢 就希望它成为和中助协 指定教材最佳的配套辅导术之一 真的说之一 我不能说最好啊 因为世界上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想大家很负责任的推荐你 因为教材当中 为什么呢 教材 有的时候 成熟一个问题 或者描述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 比较理论化 比较抽象 而且我们新收过关系当中呢 就以某些知识点 可能换一种很通俗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有些知识点 很重要的知识点理解 这么去理解 我以下官劣迹的形式 我以爱丽的形式 我呈现给大家 你很容易理解 而且对于有些知识点 容易哄销的 我也给大家做了对比 所以我们说 我这写清一过程当中 给大家实事求是讲 每一句话都认得推敲 这个绝对给大家讲 这不是吹牛 我不喜欢吹牛 但是我希望客观的 公正的独立的 能对他们有个客观评价 当然美不美 每位同学 各自自己的情况去考虑 第二个是要配合网课 加强认识练习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你美了清一了 因为清一到中 就刚才讲了 不仅仅有一些知识点的讲解 配了立题了 同时我们说 还有一些同步练习题 还有一些跨章的综合题 包装你什么 包装你做题的 我们说你这考试过程 当中光做题 不看有关的知识节内容 也不行 所以我们说做题 必须和怎么样 必须和看书听课结合起来 那么对于大部分的同学来讲 参加CPA考试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这一职的 而你不是脱产的 说我一星一考CPA 都是这一职的 所以这样的话 一边工作 一边有家庭 还要参加这种CPA考试 你的时间怎么去保证呢 即使有点时间的话 你未必也能够静下心里去学习 听课 看书 做题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在学习进度上没保证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建议这部分同学 这部分学员 就四大的 报一个网课 报个网上的网络课程 当然我们搞CPA 培训的网站 现在不单单是冬奥一家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 即使是冬奥的话 加同一门课程 可能现在有好几位老师 多位老师 有些老师我都不认识 没见过面 所以我们说 你啊 针对这部分同学啊 我是指世界上没有保证的 而且是说 滞空力比较差的 为了把握一个 很好的学习节奏和进度 建议大家呢 要报个网课 至于报哪个网校 报选择哪位老师 你自己去争处 自己去考的 这个我就不对推荐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 要报个网课 选择一个 适合你学习分格 学习方式的一位老师 你比如说 选择冬奥会计网校的话 我们讲公司在的 风险管理 刚才讲了 这门课老师呢 有好多位 而每一位老师的 讲个风格 不一样的 而且现在各位老师呢 都有什么 都有这个免费课程 让你听一听 看看这个老师的 讲个风格 适合不适合你 和你的需求 对接不对接 你在听这个 免费课的基础上 从头选择一位老师 你热掉这位老师以后呢 就跟着这位老师走 你既然相信他 选择他 就跟他 一直走下去 你个别讲 今天听扎山的课 明天起 理事的课 最后听来听去 似乎每位老师的课 你都能够 说出一二三来 但是每位老师的课 你都没有系统的去学习 最后怎么样 最后还没有学习 这门课程一个 和完善的体系 芝麻也没抓住 是西瓜也没抓住 啥也没搞得 所以建议大家呢 配合网课 配合学生听网课 一边听课 一边独立思考总结 同时呢 要结合轻音 要做题 加强应试练习 这是我想的 大概在基础阶段 基础阶段 还有基础阶段 结束以后 在习题班 就做习题阶段 应该做了工作 那么经过基础阶段 通过做一定数量 形成以后呢 对各章节的有关内容 有基本的把握了 或者很好把握了 那么第三个环节 就是要整体把握 自我组结 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个阶段 要有意思的 做一些跨章节的 一些案例 就综合题 因为我们说 每一张每一件的重点 你读清楚了 但是我们的 不同章节的 这些有关知识体 怎么柔和在一起 在考试过程当中 遇到这种问题 怎么来分析 还缺少一种 总体的把握 所以呢 我们说 在基础阶段 习题班的基础 是进一步的 我们说叫强化提供阶段 强化提供阶段 就有助于 在这主关题的角度来讲 你把相关 在这座阶段 给列起来 穿起来 这结合案例 进行分析 做完案例以后 再回过头的 这些自我总结 这其实就是 我们所讲的 叫强化阶段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口前从此阶段 在口前从此阶段 一般在口前20天 或者最往前 就是口前的一个月 一个月 在这个阶段 应该是属于 模拟测试阶段 也就是说 在口前的20天到一个月 你必须要有 针对性的 针对性的 做一些机口模拟测试 必须是什么 在机口环境条件下 做这个模拟题 你不能老做这个 纸质版的题 你必须要模拟一下 你在机口背景条件下 在电脑上如何做题 因为家里人家考试 读机口 你得熟悉一下机口的环境 你需要熟悉一下 这个机口环境条件下 答题的方式 各种工具的应用 所以你必须要模拟一下 辅折的话 你将来 你不是要做机口 这是我想的 大家在具体的 就学习环节上来讲的 有这么四个环节 需要同学们 关注把握 那么第二点 我简单讲一讲 教学安排 刚才我跟同学们说了 我们说讲 同一门课程 有多个老师 那作为我来讲 从就学 我是讲 从就学上来讲 有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跟大家讲这么三点 第一点 就是我在讲基础班的时候 我强调重点是有突出的 重点有突出 我这个讲课 不管讲哪门课 这个讲课过程当中 习惯上重点比较突出 那大家说重点突出 这假重点都不重点 一般现在你不讲了 不讲一旦考出来怎么办 我跟大家讲了 我认为站在一个 职业老师的角度里讲 毕竟搞CPA考试 做辅导有二十多年 95年 可以是讲这个辅导班 95年大家想想 现在又二十七年 二十六七年了 是吧 站在职业角度 职业老师的角度来讲 我在讲课过程当中 我肯定会站在我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哪些问题是非常重要 是必须把握 哪些问题是必须要看的 哪些问题是一定不用看的 不用看的 所以听过我课的同学都知道 我讲课过程当中 不是面面俱到 重点又突出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你什么都学 什么都看 最后什么都没掌握 因为你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 那个不可能考的话 那考的可能是极小极小的 你把精力分散到 那个方面以后 本身的精力就很有些 你分散到那个方面 不是抓不住重点吗 所以我想讲课过程当中 重点一定要突出 而且重难点内容 一定要讲透彻 一定要讲透彻 因为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 会遇到一些难点 会遇到一些难点 而这些难点的 恐怕又是个重点 那么你讲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讲透彻 大家说什么意思呢 就算对于其中一些 重点难点内容 我们是大的要把它 稍微的展开一下 因为你不稍微展开 如果是按照教材来说的话 一事一二三 没有未为的一些知识的 蝴蝶背景的介绍 那么孤立的讲这个问题 你永远很难理解 所以我们是重量的内容 一定要讲透彻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在学习第三章 第四章 第四节 讲到其国际化建议战略 说国际化建议战略 书上讲了 国际化建议战略 不就是四种战略吗 但是我们说 四种战略当中 教材当中都有定义 也都有描述的 但是这四种战略 怎么去区分它呢 如果从深层次角度来讲 这四种战略有什么内在联系 怎么去区分呢 我们说 如果要到教材的去理解的话 往往感觉到似乎理解了 似乎又没理解 所以我在毕业轻易的时候 就讲一些微微的东西 就是讲到什么呢 做了一些铺垫 比如说讲到国际化建议的压力 你国际化建议面临了一些 什么样的压力 比如说这个国际化建议过程 大多长保的压力 对这个东道国 本土是有能力的压力 是有不适有 那么简介在这个角度 其实国际化 就要追求什么利益 你为什么要国际化 国际化追求什么利益 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做铺垫 把它讲明白了 下边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是做国际化建议的战略 这种战略 比如说国际战略 你到期追求什么利益 那么你追求这种利益过程当中 我们说你可能会灭掉 什么样的压力 也就是从这什么样的局限下 有什么特点 这样我想有前半两个铺垫以后 再讲这个问题的话 就好容易理解 你不需要实际营呗 第二个是配合历练 整体和自编题 分析夹底 我们说如果这家知识点 没有配套的习题的话 你对这个问题理解呢 很表面 很肤浅 所以我们结合历练 整体呢 要讲一讲这个知识点 到底怎么考的 你怎么理解它 同时呢 同时呢 跟大家讲了 每年有新增加内容 新变化内容 是没有真题可供你参考的 所以呢 我根据我自己编的题 自编题拿过来讲 所以先讲知识点 然后配套的再讲题 这样呢 就把这个理解和作题 就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第三点呢 预计我们基础办 应该是在五月下旬结束 就是我现在规划的 我们这门课程的基础办 我讲这个基础办 我这五月下旬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我录课 我想这五月下旬 我就录完了 当然呢 我们后期课间呢 可能有个处理 但是我想呢 可能这六月上旬 这个基础办 全部课件 课程全部都刷刷完毕 这是以上 在我们公司战略 风险管理 这门课程的基础办 做一个KPA导读也好 做一个钱也好 跟同学们有讲的一个问题 一个专题 那么关于KPA导读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就是依照 2022年新教材 我们按章节 来讲解 他的有关的内容 同时配合习题来讲 这是我们这一讲 跟同学们有讲的问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